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边的这一张是玩具的卡片 那官网限定的卡片是带有披风的 它们的背后也不一样 玩具的卡片有各种属性质和必杀技的文字 首先来看一下奥特六兄弟的卡片 它们都是带有披风的 看上去好帅气呀 限定卡片的奥特曼除了带有披风 它们的文字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属性的下面也是没有文字的 看起来更加简单呢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奥特曼限定卡片 你们都认识它们吗? 这个是带拿奥特曼的三个形态 还有迪迦奥特曼的三个形态 你们都知道它们是什么形态吗? 还有这两张限定卡片 玩具里面是买不到的哦 怪兽的卡片有这些 都是非常强大的怪兽呢 还有这些 它们都是在电视上面用到过的卡片呢 最后这三张卡片也是玩具买不到的 是非常稀有的卡片呢 看完卡片 用暗黑圆环来交换它们 先来交换的是结盘盾 来交换加古拉斯 再来交换这个 银河地龙 用卡片召唤爱迪奥特曼 用卡片召唤的 1个人把一路 1个人把一路 8个人把一路 但是好像有人把一路 3个人把一路 接下来我们又用这些卡片来召唤接机才有的形态 接下来又融合了这一个形态叫欧布奥特曼闪电奇迹 Ultramon VendialUltramon DiveMiracle TypeFusion Up 还有这个初到奥特曼和纳克薩斯奥特曼 可以融合出欧布奥特曼的哪一个接机形态呢 超級挑戰 非常難充實, 以及中國小型人 超級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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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听一听怪兽的召唤音效 然后是红莲骑士念鬼的音效 还有美弗拉斯星人 他的叫声好特别啊 这是什么怪兽呢? 原来是强化过的百慕拉怪兽 还有这个激光枪形式的美特龙星人 然后是这个 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魔王兽 他的召唤音分别是五只魔王兽的召唤音效呢 死亡镰刀害怕结盾 深海怪兽古维拉 好了 听到最后 终于又听到惊喜的音效了 那就是加古拉斯 加古拉 在电视里面 特有的声音呢 是 这一枚是希望的光吗 那或是 没有门吗 这些怪兽们的力量 悠久的眠下 最后的一枚也在这一枚上带着 嗯 残了 黄奇王的力量 又蘇了 魔王宙的頂点 这里面收录了几句他的台词 你们都能听出来是什么意思吗 我会在评论里面留下他的意思 你们记得要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